要改革开放 胆子就要大一些 不能像小小女人一样 就大胆的死 大胆的窗 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赶窗 深圳成功的这个经验和成绩 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那些 有些担心的人 黑区是行赦 不是行资 就在之前 邓公在深圳当地政府和企业代表的陪同下 参观了一些工厂和企业 这次访问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深圳也成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初步探索的重要窗口 在考察期间 邓公强调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性 并称赞深圳作为经济特区所取得的成就 指出深圳的成功经验应该向全国推广 并鼓励其他地区也要积极探索 适合自己的改革模式 不断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而此时最关键的 还是解决当地领导的思想包袱 老爷子 这套深圳之行 您感觉怎么样 心情愉快 您倒是心情愉快了 那夏末同志还有深圳的同志们 都上下盘特着呢 这深圳到底是行还是不行 您总得说句话呀 到该说的时候 我自然会说 1984年1月29日 邓公亲自为深圳特区提字 故意将落款日期写成了1月26日 离开深圳哪一天呢 我就想好了 要说这样的话 当地领导得知此事后 也是非常的开心 这更能体现邓公对深圳特区的支持和重视 随后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 邓公也是发表了自己对深圳发展的看法 现在可以明确地告诉那些有些担心的人 特区是姓赦不是姓资 我这次特区执行啊 更增强了我的决心 现在全国只有四个经济特区 显然是不够 要多搞几个沿海港口城市 根据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 1984年3月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家计委 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 先后于1984年4月和11月 陆续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 实现了我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逐渐打开